今明东方迎新春歌舞快闪今夜布鲁克林 当地时间1月17日 由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和北京市文化局 在布鲁克林市政厅共同举行 今明快闪迎新春歌舞快闪活动 中国著名歌唱家宫林亮演唱今明东方 以及3449名小学生戴上公亲面具 和留学生快闪舞蹈表演 为海内外乔包送上新春祝福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将其约到时 表示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春节已经被确立为 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正式假期 而且纽约市与北京市的姐妹城市活动 越来越丰富多彩 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有越来越多的人过中国传统的春节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中美文化交流大使郑锡荣表示 希望通过庆祝农历新年 来拉近中美人民的关系 促进文化融合与友好交流 看看美国在纽约的这个友城的这些春晚 是怎么庆祝的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张秦岳大使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威 以及布鲁克林区区长亚当斯等众多官员 也来到现场与民众共庆期年新春 北京市文化局布鲁克林区政府 一起合作做中国春节 欢乐春节的活动 我在这里向整个纽约 来自全球的华人 祝你们新春快乐 祭练愉快 他们能够迅速地抓到这种情绪 而激动地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这个活动的话非常热烈 非常欢快 进一步地证明了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ICN路易斯电视之后工作室 在布鲁克林报道